这也上人行脚第一站到了宜兰 看到因为环保翻转人生的林金彪很感动 他罹患僵持性脊椎炎 双心持室 在志工的长期陪伴下找回生活的重心 那一年的三星 从人群中发现了 把他这样的陪伴就找出来 长期陪伴着他 让他做得安稳 做得欢喜 这都是很不可思议 看到彰化 已经百岁的蔡宽 身体硬朗 即使是居家访饰 也身体力行 以真诚的心 关怀年纪比他小的晚辈 身体力行菩萨道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们这样的价值好好的把握 拒绝 拒绝 老 我们可以增加年数 不要增加老化 期待我们人人 可以走入人群 无私的大爱 付出无所求 活到老 学到老 做到老 走在菩萨道上 期待这些老人家 持续用爱付出 大爱新闻 江家瑜 邓敏仪 华联报导 好 谢谢大家